回顾慈激环保之夜的起源 要追溯到1990年8月23号 正言上人在台中新名商工的演说中 谈起刚刚路过的街道上 看到满地垃圾有感而发 每个人的力量 所以你们可以肯定这两个机器 就可以做什么 垃圾分裂的对不对吗 我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一个活用 要怎么活用呢 来 活用的少年垃圾的推动 现场有一位24岁的杨小姐 杨顺玲小姐 她回去就开始用脚踏车 挨家挨户的收 甚至用板车来载运 还是继续在做 所以第二个月上人来的时候 她就拿着她资源回收的 第一笔环保基金五千多块 拿到上人的面前来接应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例总之 也是我们第一笔的环保基金 台中市最早做环保的方式 是规划路线到点再收 一路由刘荣卿与谢炳新两部车同行 沿中明路 汉口路 经中明八街 成都路 再往北到仁爱国小 随后赶往一新市场与五全路 另一台环保车由林大一负责 从一新市场经税务新村再到北屯街 北华街 富强街 然后转往水井街再到军公路 最后到文新路的四位国小 环保车上都有三名志工跟车帮忙 全部收完后就直接送往回收场 1990年8月23号 政研上人在西明商工演讲 呼吁大家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隔年来到黎明新村演讲 同样期盼能够继续推动环保 因为上人他演讲到这边的时候 他会想说 我一直在这呼吁人家来做分类 垃圾分类 但是这个回收站我应当从哪里做起 他就想一想说 这个是政府的所在地 就从这里开始好了 住在黎明新村的简宿圈 听到上人这么呼吁 回家后就开始做分类 并且提供自家门口作为环保点 就这样黎明新村出现了 慈祭第一个环保回收站